各位好,我是晚熊哥 晚熊哥要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玩我們的 幻影騎士 那幻影騎士這張牌跟黑魔導是有關係的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聯想到 為什麼幻影騎士,關黑魔導屌士啊 一個是魔法師組,一個是戰士組 那因為幻影騎士他要招出來的方法 只能靠黑魔導的系統去招 主要是因為 幻影騎士要以黑炎騎士的效果做特殊召喚 那磁卡攻擊力僅在傷害計算時上升於對手戰鬥的原本攻擊力 那與磁卡進行戰鬥的回合,磁卡會從遊戲中除外 所以通常幻影騎士出來要嘛就是要見血 就是一出來就是要幹死對方 對,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上升對方的攻擊力,假設對方攻擊力1000 那我們的攻擊力2800 那請問打他會扣多少血呢 3 2 1 沒錯就是扣2800 你上升的攻擊力就跟他的攻擊力是抵消的 對不對 你上升他的攻擊力 那剩下的 是不是就剩下他自己的攻擊力2800 所以幻影騎士在場 對方如果用攻擊狀態可以穩定扣他2800 對,沒錯 所以這就是他的效果 那不好用 因為 打完還要除外 如果不除外 我覺得蠻強的 對 那至於要不要用什麼其他方法把他再叫回來 我是沒有這麼做啦 好 那 這個怎麼 那主要是 黑炎的 騎士要怎麼 怎麼招呢 要用黑魔導加炎之劍士 那炎之劍士很 很難招 是因為炎之劍士他是 這個也是用融合的 所以等同說 如果你要正規 你要守規矩的招 你就要用 這個炎的操縱者跟傳說的劍好先合出這一張 才可以再跟黑魔導合 那一般來根本不會有人這麼做嘛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 黑魔導 搭配這個 破壞神巴薩格 就是可以取代融合素材的卡 對 好 那技能血用一絕生死 有蠻高的機率可以拿到 這個融合還有這一張破壞神的 那 因為一絕生死 第一回合都不可以發牌 那我們就 第一回合通常我都是蓋牌讓他檢索 所以我就用力爭或者是青龍召喚式 檢索黑魔導 那放了 遠古規則 兩張 還有黑魔導兩張 對 那 通常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先用黑魔導 用遠古規則先下 炸他後場 然後你再融合出 看你要融合出 這個超魔導劍士 或者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或者是黑岩騎士 都可以 對 那黑岩騎士出來 盡量就要一起必殺對方 因為你已經確定 可以扣他2800了 對 你可以扣他2800 對 記住這個數字 黑岩騎士出來 就扣他2800 好 那 蠻娛樂的一個牌啦 因為 我很喜歡從牌組 跳出怪的感覺 蠻爽的 那 講一下這副牌 比較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 因為這張黑岩騎士 必須要被戰鬥破壞 那 如果對方攻擊力 怪不夠高 基本上 就只有你打他的份 對 通常會被戰鬥破壞的情況 是 就是 第一個要把他被轉手 第二個就是 譬如說對方開分段 對 所以有時候可以騙掉對方的 譬如說控制器或分段 但是我們真正的 真正的魔王在後面 我們真正的目的是 我們的黑岩騎士 幻影騎士 那 超魔導的搭配 就可以 封對方的 這個 魔法卡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回方吧 Let's go 好嘞 打我們的 貝卡斯 讓你堅持幻影騎士很厲害 一絕生死 對方一個心靈透視 好嘞 騎手都還不錯 那因為用一絕生死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 第一回合發動卡片 那像這種蓋牌就最好用了 好 那我們一個黑魔道 來一個融合賢者 好 那一樣我就先讓他打 結果對方也不打 對方一個卡通王國 哇塞 這個猛 來一個魔法鎖 我也很會守 好嘞沒關係 他不打我就先不打 好嘞 一個破 這個先蓋下去 沒得被他幹死 好 那對方真的不打 那我們就身造一個黑魔導 再拉一個黑魔導 那這時候發動黑魔導破壞 好嘞 把他後台都炸掉 對方一個阿努比斯 對我們沒用 因為我們是通常怪獸 阿努比斯只能讓這個效果怪弄掉 來再一個黑魔導炸場 好嘞 一個融合 好嘞 直接叫出我們的黑炎騎士 好那兩隻一起下 喔我記得這場打很久 欸那各位可能要有點耐心 欸對手超魯超煩的 好 那就我們就一直打麻 欸結果我是怕他是分段 所以我才轉手 就對手果然是分段 悲懶的 對 用那個卡通王國也會帶分段 這蠻蠻奇怪的 彷彿他的 卡完全跟卡通王國 沒什麼關係 對啊 來對手蓋了一張牌 好那我們打過一個行星探測車 我們看 還在爐還在爐 煩餒 那我們其實還可以做第2波的融合 只是還沒有打算先這麼做 我就在跟他慢慢耗 我要耗勞他來撞我 我才可以招黑炎騎士嗎 好 沒關係就慢慢好慢慢好了 結果到了19回合 牌都快沒了 嘿 黑炎騎士不會受到戰鬥傷害 對所以就剛剛可能忘記講到 好那我們撞爛他 對手拉了一個彼得 好他應該在等我們攻擊力下降 他可以撞我們 哇超盧的 好 趕快 好那終於來來他要撞我了 來撞我的時候被戰鬥破壞 來直接拉一張幻影騎士 好那幻影騎士會上升對方的攻擊力 所以他攻擊力500 所以等下幻影騎士撞過去 攻擊力就會加500 嘿對不對 1500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這場打我們的萬丈木 好來穩一個穩一個 來 推出一個導彈 讓我們一個一絕生死 好來騎手非常的不錯 馬上就可以融合 但是我這就是我講的 用一絕生死沒辦法 第一回合沒有辦法 對 那很容易會被秒 所以要小心 好來那我們一個融合 來直接叫出我們的 黑眼騎士 好來黑眼騎士跟這個 直接下來馬上被打死 煩死了 好來沒關係 等一下再做第二波的融合 好來那使用第二波的融合 利用 這個融 檢索之後 找逆魔神王之後 再融一隻黑眼騎士 來直接扣他2200 好來對手直接這樣撞過來 結果我們就直接特招一個幻影騎士 那這邊 對手沒有搞清楚我的狀況 他說上升原本攻擊 但是我們攻擊已經被顛倒了 所以我現在的攻擊是2000 他的原本攻擊力變為1000 那我2000加他的1000 那我就穩扣他2000 那我們就贏了 他沒有搞清楚我們的這個能力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來這場打我們海馬賴人 好啦一個一絕生死 對方一個頂天立地 一個龍族牌族 你看就是這很危險 用一絕生死 雖然很高的機率 但是就是危險 一個立真來先擋一下 立真也可以拿來檢索 很不錯 立真檢索黑魔導 那等一下就可以兩波的融合 好來準備囉 好來第一波融合 先下我們的這個超魔導戰場 免得他有魔法卡把我們搞掉 那對方又剛好是龍族 第二波融合來出來吧 黑岩騎士 好來一個打過去 來扣他 再扣他2000 好來 對手一個手背 一個蓋牌 那我們一個打過去 對手一個 基小人神 339 那我們被一個控制器 那他等一下就有機會會打我們 對不對 好 那他 一個阿波比斯的花生 他打我們 來打我們 結束這個被破壞的時候 直接拉一張幻影騎士 那穩扣他2800 但是因為他 有那個加200的場地 所以是扣2600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囉 好來 這場打的是暗遊戲 好來一個一絕生死 打的牌都是屬於比較那種非主流的牌 因為 打主流 打有點打不太起來 對 但是因為就是想玩玩看幻影騎士 只是一個堅持 對方一個死人蟲 來炸掉直接檢索 黑魔導 好 好來一個遠古規則一下 馬上用黑魔導炸掉 來對方一個控制器 好啦 找地魔神王 那就不用跟他客氣了 來融合 好來直接叫出我們的這個 幻影騎士 不是 黑炎騎士 黑炎騎士攻擊 就對方一個粒子球 那就有機會被打死了 因為手背力只有800 對方竟然會有一個天四寶白 還帶天空龍 一個泡沫俠 好那我們打過去 對手開一個分段 那開分段的時候 我們直接拉一張幻影騎士 那爽扣他2800 再扣他900 那幻影騎士結束階段被除外 對手一個命抽 煩死的 然後他招了一個600 不知道在幹嘛 好那我們一個融合 招出一個超魔導 壓制他 好 那這場就贏了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場囉 好來這場打我們的三則 對方一個我們一個一絕生死 好來一樣用力爭做一波解鎖 好來 來力爭蓋下去 對手竟然是一個 靠腰的空牙團 來被他炸掉 好來用力爭直接解鎖一波 好來 被他扣 來非常的小心 剩下500 好那該我們反擊 來一個遠古規則下 好那這時候一下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有自信 因為 我已經確定 只要我融合出幻影騎士 只要我用幻影騎士 就可以爽扣他2800 那如果還有黑魔導的加持 再扣他血 應該就可以秒殺了 那先把他後台炸掉 好那這時候一個融合 來叫出幻影騎士 好來一個自殺 直接去撞空牙的這個 李空 不是直接去撞這個 然後再撞他 來扣他2800 好再撞 來直接結束 水 被幻影騎士幹死的感覺 蠻爽的吧 謝謝你讓我的攻擊力 提升到5300 直接把你的攻擊力加在我身上 穩扣你2800 好那 簡單的牌 不難 就是融合出來 自撞 然後叫出幻影騎士 扣他2800 再想辦法再扣他血就對了 那超魔導 也可以戰場 弄掉他的魔法卡 也可以用黑魔導去清後台 好那我們 來打實戰吧 Let's go 好來這場打我們的城之內 來穩穩的一個一絕生死 對方一個生命之爭 叫阿華 好 那我們缺一張融合 但是有一個遠古規則 至少可以招我們的黑魔導 那對方一個奇怪的 平穩的賢者 平戰鬥破壞對手 玩家下一個回合不可以發動陷阱卡 好那直接解掉他 直接被他解掉 那我們剛好也沒有陷阱卡 所以還好 那我們檢索一個黑魔導 好 好啦那怕擋不住就先招 可以融合 水水水 好來融合 叫一個找地魔神王 把他捨去 然後拉 哇勒 射禮喔 還是 哇 傻眼 很會阿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叫黑魔導 來黑魔導先下 好來一個黑魔導先到場上 來2500直接清掉他那隻垃圾 好 直接解決 我們剛好沒有 陷阱卡 所以不受影響 對手一個手背 好那我們一個抽牌 來一個融合 可以 可以叫出超魔 可以叫出那個了 那個叫做什麼 幻影騎 那個什麼 黑眼騎士 煩耶 勵真撐 那個比得很煩 一直拖 好 走 那對方一個深招 哇竟然是暴風雪公主 哇這個尷尬了 這個尷尬了 那2800我們幻影騎士叫出來 可以打死他但是會被除外 那我覺得這時候叫超魔導會比較好 來出來吧 超魔導 對超魔導應該比較好 那就超魔導見識 好出來吧 超魔導見識 帥 好來魔法卡都給我夾賽 好 擊敗 那應該剩下應該 來蓋了一張 來又蓋了一張 來抽牌 融合閒者 來 綠牌一下 來一張融合出來 來 超魔導會反制自己 自己的也跳出來 好來我們再幹過去 沒有這個 他沒有這個叫做什麼 沒有停頓 那那一張應該是假後台 還是那一張是社里 不知道 來抽牌 喔有黑魔導 好那 但是也要有黑魔導才可以 好 那就清爽爽了喔 總會沒有怪吧 來抽牌 一個遠古規則 那如果有黑魔導我就清爆他 好來一個超魔導戰場 怎麼覺得這個場面有點熟悉啊 你是超級城之內吧 你撐紅眼黑龍就交出來 超魔導戰場 場面也太熟悉了吧 對方就一直蓋 超像在刷分的啦 好來一個力爭 先蓋 來幹過去 好來準備收尾囉 準備用通道加 這個 隨從然後聯合攻擊兩張 沒了吧 真的超像在刷分的 好來聯合攻擊兩張收尾啦 好來直接結束 Sweet 謝謝你啊超級城之內 好那再打一場囉 來這一場打 一樣打我們城之內 來一個一決生死 對方一個戰士狂豔 來起手還不錯來一個黑魔導 力爭先下 來蓋了一張牌 來蓋了一張牌 來蓋了兩張 然後一個6-5重 6-5重好像很少人在玩了 但是 可能他也蠻喜歡的吧 因為我記得6-5重剛出來的時候也蠻多人玩的 就跟劍鬥獸一樣啦 好來一個遠古規則先下吧 一個融合先下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叫 黑岩騎士 黑岩騎士 好來出來吧 融合 黑岩騎士到場 2400的攻擊力來幹死他 黑岩騎士不會受到戰鬥傷害 被戰鬥破壞可以直接拉一張幻影騎士 控制器 是控制器嗎 喔果然沒關係 那他等下如果 破壞我們 我們就直接拉 只要他不要衝到什麼尼姑啊 那個尼姑很煩 好啦一個展刺 哇一個複製騎士 什麼回事 為什麼要 特地出來 好啦沒關係 被打死 直接拉一張幻影騎士 2800直接戰場 打他就穩扣他2800 那我們只要再抽到一張 可以扣他1200以上的 拉一張黑魔導 我用遠古規則直接招 招一波 水水水 青龍聖戰士 可以拉黑魔導 欸會贏嗎 1500扣200 1300 喔贏了贏了贏了 因為幻影騎士可以打2800嘛 那再用這個聖戰士去打 來先扣1300 那等下再打2800 然後贏了贏了贏了 水 好 那對於這種黑魔導融合的這個幻影騎士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玩玩看 我幾乎沒有看過有人拉 玩幻影騎士這個牌 我當初抽到的時候也覺得 這牌到底在幹嘛 就是 你要融合出來又可以踩腳 但是剛剛 我這樣仔細玩下來覺得 其實穩定扣別人2800 好像也不錯 對那應該還有一些 你只要想辦法扣掉他一槍二 那你就會贏了 對 而且 那個 黑眼騎士可以擋 不被戰鬥 就是 不受到戰鬥傷害 又可以直接跳 我覺得還不錯 對 只是他出來就要見血 對 你就不可以說 打到一半 然後 沒打死他還被除不完 那就比較麻煩了 好那就推薦給各位玩玩看囉 我是尾熊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 並且分享 呃 那 歡迎底下留言討論啦 掰掰 goodbye parce þ